传载400家号作者 阿兰州,就有这么一个中国婚姿儿,由于这位婚姿儿是黑色皮肤,像很多人物认为是外兽,他可是真真正正的中国人,他叫祝明镇,祝明镇的妈妈是中国北京人,而爸爸是非洲乌干达人。 他1996年出生于中国北京,爸爸在他出生不久之后,就回到了非洲乌干达发展,直到如今都没有他爸爸的任何联系方式。 祝明镇是妈妈独自一人,以巴士一巴尿夫要长大,虽然肤色不同,祝明镇跟随着妈妈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中文,其实,希望祝明镇能学一些文艺方面的知识。 但是,后来祝明镇总有很高的篮球天赋,导致他走上了职业篮球的道路,他如今是北大南篮队中的核心主力球员。 在2017年和2018年的CUBA的比赛里,祝明镇帮助北大南篮夺得总冠军,有许多业内人士都非常看好祝明镇的前程,就连NBA球新闻的曾称赞祝明镇,对篮球的态度非常好。 只要不断刻铺连续,贾里十日有可能进入NBA,当然,NBA也是祝明镇的最终目标,他最近中最崇拜的偶像,就是NBA球新乐布朗珊·姆斯。 于是,祝明镇一直非常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术,从而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愿望。 但是,现在仍有许多人都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同胞中出现了不一样肤色的人,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,这种现象变得只会越来越普及。 那么,对于这些不一样肤色的中国人,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图片来源与网络。